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款辨纸针 这种辨纸针 它支起来这里 一个辨纸是七针 这里我们是三针 距离花一花的距离是三针 一属花是十针 你学会一属花 你就整个花形 你就全部学会了 挤针就几十的倍数 一属花十针 把这花形学会以后 你到我的主页里面去看 其他款的神品教程 神品教程会告诉你 用其他的花应该是要去编织 把花样学会后 既学神品教程 这名教程自己来 毛衣也是非常简单的 下面我们讲也是 管花形的编织方法 我们来起针 好 这样起 然后把线绕过来 我们起第一针 支一个下针 就是起好了一针 这样支一个下针 把线绕过来 这里按住 施下针 好 几时的备注 大家用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方式 把线起好 像把线起好 线起好以后 我们现在来排花 好 这里是边针 撕一个下针 然后我们是三针反针 一 反针 这里 二 三 好 撕好三针反针 以后把线绕到后面 是七针的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下面我们来点 看 一个边针 边针不顺花形成 然后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一组花 我们就排好了 往下排花 用一样的方法 十针一组花 好 把线绕过来 撕三针 上针 好 再把线绕到后面 七针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对称 为了对称这边和右边的 我们一样的边上都有三针反针 好 两组花排好了 现在这 第三组花的三个反针 但是呢 我们是片枝 所以说 两端要对正 我们就会有两片 这里是三针反针 这里也是三针反针 好 现在第一行 把花排好了 第二行 第二行我们根枝 它是上针了 我们是上针 但是下针我们就撕下针 好 这里是下针 我们就撕下针 上针我们撕上针 好 这样跟着把它织过来 我这里不是讲解 大家把这样跟着织完成 好 第三行 第一行是正面 现在一 三 五 这边是正面 双行 二 四 六是反面 因为我这里是片枝 如果你捐枝的话 我这反面是下针 你撕上针 我这反面是上针 你撕下针 这里反针不变 是上针 好 现在我们又开始了 扭辨纸针 这里是七针 大家看到这里是七针的 然后呢 七针下针 我们现在要来交叉位置 好 把线到后面 我们要从后面 你看 一 二 三 第四针 从后面把第四针挑住 第四针和第一 第二 第三针交叉位置 然后按住这三针 好 然后按住为了滑针 不要放手 这样把三针挑住 挑住 然后把第四针挑到第一针来 把它放到第一针来 然后呢 这里 这一针我们要加住三针来 你看 一 一针 然后把线络过来空加一针 然后再从里面再支住一针 现在我们就有三针 好 吃好三针以后 这里我们要合并 好 从这两针这样挑住 好 然后再支一针下针 好 然后再把支两针 这样滑过来 好 这里我们加了两针 那么这里我们把合并掉两针 它的生素就没变一样了 是七针 这里三针我们要支下针 你看 七针没变啊 七针一样的也是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看 加上三针反针就十针 这里编纸针七针没变 好 我们再来演示第二组画 三针上针 好 从后面把第四针挑住 按住这三针 不要让它滑针 再把三针挑住 再把第四针拉到第一针来 这里要加两针 这里要加两针 你看一针 本来就是一针 然后我们再加上第二针 好 从这里面撕出来就三针 这针撕三针以后 我们这里两针这样转个方向 然后上来支第一 这一针 撕好这一针以后把这两针从上面挂过来 也就是这里就是三针合并为一针的意思 好 这边我们继续撕 上针下针 好 三针上针 好 麻花我们就留好了 这右边的 右边的留好了 然后反面编织 第四行 下针我们一样的 吃下针 上针我们就吃上针根枝 如果你是捐起来 你也是根枝就好了 好 这里上针我们吃上针 好 下针 下针编织 下针编织 我们就下针 我们就下针 好 第四行 我们就织好了 第五行 反针编织 好 第五行 这里四针我们继续把它 这里三针继续撕下针 这一针我们先不动了 这里我们继续撕 下针三针 因为这边我们已经扭过满 扭过变指了 好 再到这边来 这里是四针下针 现在我们要把 从前面把三针挑住 好 挑住三针 用手按住后面的这一针 什么棒针滑下来 好 再把这一针挑住 然后把它来交叉位置 好 挑叉好 现在我们要把这三针合并 三针合并为一针 我们要把前面这两针 我们先给它转个方向 然后上来织第三针 然后那两针从上面转过来 好 这样 然后呢 这针从里面织过来 好 就三针合并 下为一针了 所以我们要加针 这一针里面撕出三针 对 这样 你看 好 整个辩子 就好了 好 前面的三针我们撕下针 好 从前面把这三针挑住 好 这针从后面跨过来 好 两针先转个方向 然后是第三针 记住我们是第三针 现在不是家针 第三针然后滑下来 然后两针从里面跨过来 这也就是三针合并为一针 你也可以三针一起支 但是三针一起支不是很好合并 好 这里才是家针 好 反针编织 好 第五针我们支好了 支到第五针我们所有的辫子 都全部撕过来一遍 看到没有 好 就支好了 看第六针 我们继续根支 这里是下针的 我们一样的是下针 好 上针我们也是支上针 好 我们把这行支完以后 大家都更懂这个 这款花型怎样就支了 然后我们就续护往上支辫子针 好 第六针支完了 我们左右的辫子都支了一遍 到这一行来 我这里扭一次 到这一行我们又跟第三针一样的 这里又拿是前面的四针来做辫子针 往这里讲解一次 再讲解一次 现在已经找到它的循环点了 好 反针编织 反针的意思不变了 往上支在正面 意思是反针 好 到这里 好 从后面 我们要从后面挑出第一针 挑出第四针 然后呢 从前面把三针这样拉过来 好 这里我们记住要加针 一 你看 二 三 三针 好 现在我们 先划刹是两针 好 先是第三针 四 第三针 第一 第二针从里面穿过来 把它合并掉 把一 二针合并了 好 现在这里是下针 好 反针编织 看到这一步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循环点在哪里了 就往上编织就可以了 这款花样 是帽子 是毛衣都非常好看的 好 扎针 扎好以后我们这里合并 这个合并 我再合并给大家看 你可以这样三针一起合并 三针这样一起合并也是可以的 你看 然后这里是下针 你觉得怎样方便枝 你就怎样招作就可以了 好 今天这个辫子我就展击到这里 然后大家再撕一行过来 然后我们再把手边针这里 手边这里合并 然后我们就织好了 这花形重复这样往下织 大面积撕起来又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 左右左右这样来织变质针 好 这样的一个漂亮的花形 还有不懂的不理解的 在我评论机上面留言 今天我们这款花形就学习到这里